这个讲完鼻子该讲嘴了 该到嘴之前呢 这个运气先要到这个人中 这个人中呢 要要要深 要广 这样才比较好 这个代表生殖系统 那你身不好 你看我这现在 而且这还没有胡子 慢慢呢 这个身体一样 它会慢慢变好 这个 人中这如果是圆的呢 往往生女儿 如果是直的 上窄 不用怕 那代表早年运气不好 下面要宽 越走越宽 越来越窄 那你就下坡路 至少上下一样 通达也非常好 中间不要有横纹 也不要有树纹 这这都是说 这代表你产到啊 如果女性 就代表你这个生殖这个地方 要要要要 那个什么 至少要泡妇产 这类的 这都不好 堵塞不好 你说凡事都有好的一面 那你就去好 反正整体看 对吧 大多数人的立场 对吧 大多数情况 凶多几少 嘴巴 普遍又厚一点 有人还说你这个 主播你这嘴太厚了 其实嘴巴厚代表有情意 上面代表情 下面代表欲 那你如果下面比上面还厚 那不好 那你代表你欲望太大 下面是地嘛 上面是天地包天 那就不好 这个 但是 嘴巴薄的人 那就是你看很多当官的 他嘴巴会比较薄 比较薄情 他做事容易心狠 容易容易办事 这样的 就是说 狠也分有情有义跟无情无义 对吧 你要是有情意 冷静理性 这种角色也是好 但是这个还是说后的人 比较有人情味一点 就包括非洲人 你看正经的非洲人 我们不是说这种混血 黑白配 他就是能格善武 就是说 虽然怎么样 他就是很有情味 不要什么都觉得他们不好 这个有棱角 代表你这个也是是非分明 但是你要他也有棱角 那种人 也是比较这个你搞法律 搞法治还行 你特别讲理 特别讲法 那如果你特别没不分棱角呢 那那又是说 你光是有情 就是太糊涂 太容易感情冲昏头脑 太过 中间 这个代表这个 说话的时候 你看他都会这个 凸出来一个猪 有的人这个猪特别明显 那那他就是 平常就像机关枪一样 就就就没完 你就看 你不用听了 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这个 嘴巴呢 这个颜色也要红润 别的地方黄润 但是这要红润 因为他涂出来 就是这种 这种颜色 包括嘴角啊 都是上羊 养月嘴 这样人比较乐观 我们都说过眼睛眉毛 这样都是比较好一点 我们书上会有很多种 什么吹火嘴啊 什么什么 富洲嘴啊 就是整体上这个阴阳啊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去会辩证 好理解 一节课啊 我们只只花一个 大概就了解一下 有的人少腿传很厚 最少这种人比较有情意 下腿传薄 就我们说了 上面代表情 下面代表欲望 其实对称 当然是配合最好的 那嘴边也要正 不要偏邪 那都是不好的 任何无关都是两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